變線就會是很危險的一個機會點 那看一下CFOA 這前面是有站點 但是DCGA是沒有打算入野的樣子嗎 三個人有踩在自己家的三角草叢裡面 似乎是想要稍微進去看一下 就稍微拼了幾個問號 而這把的話看一下法洛斯應該還是要買Poke流的 除了刀鋒之袍 但其實DCGA這邊如果要壓秒路也不是說完全不行喔 因為飛愛一等就是特別弱的一個角色 是 去稍微限制一下Bili在前面的一個刷野路線跟節奏 那在HonQ這邊的話自然在前面也是不這樣的電型 不過Owen太直直的走進去是會被定一下 不過回頭也將藍配方給錘了起來 但還能再勾牆走掉 但因為HANA這邊是先靠中路的 所以CFO這邊也不太敢打 就是不知道對方張鋁有沒有跟來 是 那這樣其實前面一波的入野 壓秒路的想法也沒了 不過仍好還是可以自己掀開6條 但是AD一個人的位置 好像是被扁到了嘛 來看一下下路直接被打出了鬼步 而且身上被掛點燃 那麼法洛斯前面的狀態 已經是他300滴血打 對面Hermis竭力滿血 小心於是他有想法嗎 因為他蹲在那邊的話是沒有人可以看他的 那對於CFO來講的話 兩個人一定是走那個 回到心上比較快啊 那這樣子下路線很早就被拉開了一個血量上的差距 那法洛斯就沒辦法有主動權了耶 直接勾扭 那稍微打了一點 把這些列地打出來之後 選擇直接拉 對 哇這樣線上的失誤其實很大 因為這幾次沒有狀態的 其實就沒辦法去搶2了喔 那這樣子其實對CFO來講 是有點難受 擠不太進去 那也是對DCG來講 下路線來講比較難受 對 結果沒辦法往前踩人 那這樣子 下路線 理論上前面 雖然是配到一個牛 但是法洛斯 前面反而是要被竭力給推線的話 就比較尷尬一點 就前面一定是還能夠抗衡 搶看看2的喔 但現在的話就是 沒辦法了 直接勾進塔下用自己護盾抵消掉了防禦塔的傷害 不停地去消耗對方的血量 但牛也還有被動 可以去稍微幫自己的下路線 緩和一下這個狀態 對 終於是上到了兩等 但另外一篇 其實比利也是直接把上半部給刷完之後 來到下路的話 那反而是DCG 人豪是下往上刷的 那這樣子下路線 前面就已經被打鬼附跟狀態的 小鯨魚 會比較有危險 其實這個下路線很傷 你不要看現在好像就是 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但正常來講 我們一直提到 DCG的中路跟下路 都是前期能夠有機會推現的 那就可以讓李星下山山玩之後 選擇看要不要入對方的野區 就可以打得更兇一點 可是也因為下半部的狀態是不好的 等於現在就只是對著刷而已 那這樣子單純對刷的話 其實CFOA要的就是這種平穩發育的節奏 那DCG怎麼就 這個看起來 一直以刷野路線的話 人豪也是得等到第二攤野怪重生 第二輪野怪重生才會來到下半部 沒錯 就看一下DCG對於 非愛的第二輪上半部野怪 有沒有想要去進行爭奪 但是如果去爭奪上半部的話 其實反而是會變成 DCG這個下路線的壓力是會越來越大 對 那這樣這個也或許不是一個好的結果 中路牽線 但是這個換血下來的話 其實為了打狀態 反而是線被推 而且下路線是要出去的喔 那這樣子有人來救嗎 中路不在打野不在 這個線出去的話 感覺是有機會被打閃 來看一下這個線 比里直接走過來 要上了要上了 接著勾 但是有即時敲出大地粉 所以不過還是被捶了回去 Overtight頂開了藍配方 但自己也是被打了一堆的血量 交了閃線想要定 但最後是Hermis的Q閃 接A拿下First One 哇 閃線感覺捏得太死了 Overtight這邊第一時間交閃的話 是不會到斬殺線的喔 中路也想抓HomeQ 最後胡蕭隆看一下 沒有提到 哇 但這樣下路線又讓捷力 這個後擊腳拿到人頭了 那中路只有抓到HomeQ的一個閃線而已 這樣子前面的一個交換 感覺還是前面下路線在蹲點的那個烈勢 就蹲點的一個失誤有點太大了 沒錯 而且重點就是說 回推 這個又是一個回推回來的線 所以對CFO刷下來的節奏 又剛好承接著這個線可以去做進攻喔 那反而是現在DCGA 中路雖然是抓了一波的機會 但是如果你的線 在線上並沒有 就下路線還是一個被壓制的狀態 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的話 那你雖然中也能動 但你去了又能怎麼樣呢 沒錯 就是你也很難殺到人 對 但是現在重生的Overtight 走到南北方的身旁 吹起來頂回去 後面人豪正在趕 但是小金魚 並沒有辦法即時給到輸出 人豪盾過來也是只能拍一下 對 沒有辦法打出太多Kino的狀態 這邊想嘗試一下 但是CFO這邊節奏還是很舒服 你在進攻下奔布 那我就知道你沒有在吃龍了 果斷的來把這個蟲子給控到 喔 但在這垂的地板 磕了一下頭 那這個線還是稍微被卡在了塔前 而中路其實這把的推線 看起來其實幾波鏡頭帶到的時候 都沒有說非常的順利 不管是換血還是推線的狀況也好 其實看起來Karashimi 並沒有到過得很舒服 對 而且Hongkyu這把 有一點像是教學局 就是我直接盲量阿里 那你有沒有什麼角色可以處理我 但看起來這把 選到卡馬的一個效果 也沒有到想像中這麼好 沒錯 哇 那這樣子 變成是CFOA 這前面的節奏還是過得很舒服 下路甚至是在這一波卡完之後 還可以小有領先 嗯 而且這樣子CFO下路有優勢的話 也會讓DG不好的去動 不像不好的去控這條小龍 那這樣CFOA 看一下Billy的位置 嗯 其實前面也是稍微為了打了一下下路 雖然打野的對位有一點小小的落後 不過先看這一波 DCGA入也是有被Kino看到的 而直接開龍 6分10秒 那這樣子整體動下來的話 其實反而Hongkyu是會先靠過來的 對 CFOA是在享受 然後一個人在吃龍 反而是有那麼一點危險 Billy也正在趕過來 而且阿里上6等囉 兩邊打野都只有5等 但是 這波 龍已經吃了3000滴 小鯨魚靠過來 那這個動龍的意圖 已經被CFOA給察覺到 但是慢慢走過來的話 其實時間 有一點來不及 對 這邊應該是有辦法吃掉 但是就看CFO有沒有想要夾殺 應該是沒打算的 畢竟Hongkyu看起來是直接回頭接線 那第一條小龍是 果斷放給了DCGA 主要不碰的原因 跟CFOA一開始下路在屯性有關 你可以看到下路領先10CS 是因為他們剛剛把 王主都高 點燃掛到小鯨魚的身上 而且另外一邊上到6等 開啟雷霆冠軍之後 追的CFOA就是一波的電 Q3打到 打了一個三環過來破防 讓Hermis拿下了第二個擊殺 哇 在回去的路上又被蹲了個正著喔 那很虧耶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說CFO為什麼不控這個小龍 最主要的原因也跟下路剛剛在屯性有關 他們在下塔是有拉住DCGA的線 所以在AD的對位CS速度是領先很多的 然後再回來守這個 再把這個下路的這個龍口給踩住 讓DCGA這邊又不好回到線上 我覺得CFO的策略是非常到位的 是 就儘管DCGA覺得 終於能夠緩和節奏 能夠吃掉小龍 至少稍微彌補一下下路爆炸的優勢 但是結果是回來又被抓了一波機會 CFOA這個後期發育的節力又拿了一個擊殺 沒錯 就CFOA很會去找這種機會啊 你想要這個算是切西瓜 那你補助有沒有閃現的情況 我就會想要找機會 喔 那Kanashimi也沒有閃現 直接被Kino給勾了回來 馬上飛線上去結清 鎖頭火鋪連擊三段CC灌上 但是傷害有點不太夠 反而Billy被R3給踹回塔下之後 任豪完成擊殺 哇 這波第一句反打得非常成功喔 是 就第一時間你看到Karma撐得很久 傷害不夠 對 傷害不太夠 那任豪的這個R3把他踢回塔下 非常關鍵 喔 那這樣子 還是稍微有挽回一些的顏面喔 是 在關鍵局選出 生死局選出來的李鑫 任豪是有提出第一波的效果 對 但是在下路的節力已經有了電到 基本上發育已經不需要任何人的照顧了 是 現在對DG來講就是要不斷地 還是回歸到中野啦 因為畢竟中野的強度是高的 一定要在中野多打一點碰撞喔 喔 那任豪似乎是對哈蘇有些想法 不過已經沒有神龍掰尾的話 沒有這麼好殺 而瑪蘇哈達怎麼開打 頓眼過來看到菲蘭娜尷尷尬了 又被捶回塔下 再一次捶到了三坦 也還有一波的飛鎮走線 哈蘇擊殺任豪之後 再追著瑪蘇哈達一路的普攻拿下 Double kill 緊接著過來的OVERTA 也被滿層的尖尖給減成半血 只能交閃回到塔下 DCG也在上演這一波的配合 看到Billy的那瞬間就知道爆炸啦 那這樣子下路線又吃不了兵了 又要坐牢 再被電磁炮緩作一波閃勾 然後預判閃線勾了回來KIDO漂亮的一波 直接將對方AD小金魚 拉入深淵 What the... 這個預判好強喔 這就是世界賽輔助嗎 哇這個勾真的是 這個勾很刁鑽耶 那個位置是很多AD都沒辦法想像得到 就正常來講 應該有機會是往下載 但沒想到閃的是跟KIDO響的是一樣的方向喔 我的天啊 那麼DCGA跟上一把比起來已經有在掙扎了 但是越掙扎的結果就是越來越陷入對方的泥泞之中了 對 先講一下上半部的進攻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CFO的溝通也很到位 知道對方也有機會想要進攻上半部 所以出去了這個時間點 這邊先看一下下路的這個replay 直接來中奧 在緩到的那瞬間 Oh my god 而且有過出了 KIDO的不愧是大哥哥 而且他是真的是直直的命中 他是勾著最中心 預判到了小金魚閃現的點位 他勾著這個位置 其實就可以去讓這個 對方AD如果是閃上面一點或下面一點 都可以勾到的距離喔 哇 那這樣子CFO耶 這樣子是三條路線全部 除了中奧之外都可以說是開花了 對 我們再講回去就是上面 剛剛仁豪想要做的進攻 因為他想做進攻其實CFO也察覺到 所以打野也是同一時間在旁邊 然後李鑫是出來的時候 先被打到一下 然後第二下又被捶了回去 所以那一波的進攻是被CFO完全 知道你的進攻是想要怎麼去做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 話說回來 畢竟仁豪剛在中奧已經是R閃完一波 所以他是上去GANK這波是沒有大絕 沒有閃現 然而他要去配合馬索哈達殺一個 其實位置還比較偏 沒有到很囂張的就是有領域的關 我覺得是很難的 確實 如果那邊有大絕的話 那你會覺得可能有更多的畫面 會有閃現可以去操作 而且他是從塔後盾出來 所以今晚他已經是在這波 就算Billy不在 他已經註定要扛兩下塔出來 來打這個關 其實本來的畫面就已經很渺茫 很渺茫了 要是以前的上路沒有那個口子 就出去殺人 直接就GANK到了 那個位置也確實是有機會 但是也感覺得出來 仁豪是覺得沒辦法了 就下路已經是註定要坐牢的話 那一定得在中路跟上路打些什麼 但是其實這波進攻真的是 沒那麼好的進攻 因為你這樣子也把牛叫來上路了 你就可以看到下路就是一直在坐牢 你這樣的交換 其實對CFO來講還是賺的喔 那也沒什麼辦法 在短短的11分鐘左右 就又被拉開了一個3000塊錢的差距 而且這3000塊是建立在CFOA 它是一個發育陣容的優勢 沒錯就是右邊都是後起腳 你讓關拿到人頭 讓潔力拿到人頭 那玩不了了 右邊看起來最難打他們的中野 但現在最不肥的是他們的中野 現在最肥的反而是那個 理論上要可能到比較後面 才會發力的雙C 而且這樣真的很難受 因為你邊線等於說 原本要有優勢的法羅斯那條線 以及這個中野要起節奏 現在都變得完全沒辦法去做一些碰撞了 是 CFOA還能在空下屬於他們的 第一條小龍 本場地龍龍魂 但龍魂或許已經不是重點了 目前兩顆頭的關三顆頭的節力 已經讓DCGA非常的頭痛 嗯 就現在李鑫真的是沒辦法找到機會啦 除非他現在一波 現在自己閃現又轉好了嘛 就看一下跟卡瑪能不能再做一次搭配 但是你說真的要去殺這個阿里難度又很高 因為他有三段加上閃現四段的位移 其實要抓他很難喔 我覺得已經陷入到烈士當中的時候 仁豪在這個陣容當中 其實他能做到的事情真的非常有限 官有領域 他非常的能打 他有兩個人頭 你現在真的要打要秒很難 捷力 捷力摸不到 摸不到又有雙招 阿里也摸不到 是 那你真的要踢娜蒂魯斯或你要去踢菲艾的話 那個畫面其實比較起來 反而是如果你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踢回來 就將這兩個前排其中之一個秒掉的話 那反而變成他有一個很好的位置反開你 嗯 而且法洛斯原本是要拿出來至少前面節奏 也可以配合著下路去做進攻 那現在就是太綁著這個卡瑪 然後又不好去做進攻 結果現在做勞做到已經落後了20隻的CS 對 其實已經沒有任何的優勢 連第一時間的盛裝都拿不出來 那反而是CFO其實更好做進攻 你看到菲艾就是把中線帶完之後 然後就是看一下上路跟下路有沒有機會去做Gank 而且上路是已經在單純沒有開大沒有開鬼步的情況下 就把馬蘇哈拿給換成半血 趴數甚至還有一個TP 對 現在CFO的選擇就很多你知道嗎 就是我中路可以打 下路我推完線 我再斷回 好噁心喔 上路持續中奧 不讓對方吃塔下的線 那也在斷回 那句話說回來真的目前的壓制 其實就像你說CFO的選擇太多了 他可以去壓限縮你二殺死的法育 或者是他可以去繼續讓他的潔力 過得更加的舒服推線推塔 那覺得是養肥這個關是一個重點 在14分鐘前讓他拿到手塔 目前這個關超級肥 但現在DCGA突然一波的TP繞後 要抓的是對方的下路線 然後一波的牽線下來 直接被對方的潛航衝擊擊飛之後 特化連結綁不住Hermus 練不住傑利鼠 對 提起這邊一直很想要找進攻機會 但是你可以看到TP的位置 傑利只要開個鬼步 人就走了 那現在這怎麼辦 四隻湯姆貓抓一隻傑利 還想嘗試嗎 藍配方 在前面直接一勾 反而是在清完兵的同時 往前交大絕 但還是馬上閃現 拉開了對方的多多連鎖 阿里來囉 阿里又回去了 那這樣子是 算CFOA雙人組的一個嘗試 想要惡秀四 但是自己被秀的一個閃現 跟大絕出來 那看一下CFOA 知道對面四個人在下半部 這個預示者可以輕鬆地拿 Masuhana靠過來 但他並不知道後面有多少人 沒有任何上路野區的視野 他主要就是來看一下 因為自己上路線也沒辦法帶身 加上外塔被拔掉了 所以要看一下對方打野的動向 然後給隊友資訊 那這樣子DCGA 在下半部的一波 嘗試最終也是沒有結果 算是Kanashimi的TP 去換了Hermis的鬼步閃現 但說真的 那下一波 就儘管是這個捷利 有可能被抓 但其他的點位 阿里加費愛這個時間點 絕對是能打 那再加上有一個超前發育 一箭半快要買出 納神之牙的關 對 就是在邊線上面 你要抓關真的也很難 你要中路抓也很難 所以現在就是看一下能不能 我覺得對於DG來講 現在唯一要破絕的方式 就是李星的蹲點 他是要需要在盲視野 讓CFO不知道李星的位置 才可以有辦法把視野位給提出來 是 但是提到視野 對方有一個世界賽輔助 你的視野要怎麼做得過這個輔助呢 那就要看李星怎麼藏身位了 對 因為其實每一波都可以看到 就是中下只要有辦法推現 Kindle就一定會進到對面野區 塞很深的眼睛 那你有可能你在人好 從自己家走出去 想要繞背的這個點位 你可能繞到一半 他剛開始繞 就已經被CFOA給察覺到的話 那更不可能你說 有這種蹲點繞背 踢到人的畫面 但也只有這樣的畫面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DG現在正面是踩不贏的 因為卡馬現在的傷害 正面雖然可以打poke 可是右邊的拉扯就是很強 你沒辦法 真的一定要在對方的臉上直接丟 而且你要對方的臉上直接丟 你也怕被飛艾直接開大 所以這也會讓他們的陣容會很限制 就是在中路線抗衡 或要做一些視野戰的一些狀態 但現在是整個紅區都是CFOA的視野 下路的二塔 哈蘇跟HongQ一起分錢 對 這邊阿里是直接選擇來幫忙下路 因為看到這個李星在上半部 跟中野在上半部 就直接來下路做進攻了 那甚至是B裡的預示者也還沒有放 所以是可以在一波的集結來頂中塔 DCGA現在是有在嘗試蹲了 但是仁豪踩在正面 另外一邊的Katashimi走出來 也是直接這個暴露了身位 讓CFOA可以安然的撤退 就線其實雖然能夠搶贏 但是馬上一瞬間就被CFOA給清掉 看到經濟面板其實對位都輸了不少的錢 最接近的也是中路 但其實也是有300塊錢 但是馬上在一個隔牆的魅惑 打了Katashimi不少的血量 對 這邊就是先打你一套血量 我也不用跟你打到底 反正我的裝備現在是比較好的 我就持續再跟你做拉扯就行了 而且下路一直在做壓制 一直在做推線 其實對於馬蘇哈南來講 他也靠不太過來 一直被關給綁住 現在下一波哈蘇有TP 有了第二劍的那神之牙 南邊方稍微被耗了一點血量 但是哈蘇靠過來的話 這個龍團對DCGA而言 是沒有任何勝利的畫面 隨著關的感到 預示者之眼放了出來 這一波炮車波 將會是CFOA進攻的信號 比利直接上車 把兵線給清完之後 一度直接往前撞 撞到了小金魚 但是這一波急飛出來 反而是歐巴太往前 但是還有一個Kino的勾 勾到了比較深的位置 扛打槍 在這邊馬蘇哈南給擊殺 劍膜面試的效果 重置火火向前開P Q3一刀打下Double 但是後面Hermis滑了上來 這一波是讓馬蘇哈南 沒有辦法再往前打 而且右邊的哈蘇也是 再直接將李鑫撿死了 同時在中路HongQ 也輕揮了歐巴太的擊殺 再往前 逼了一個傘 不斷地飛聲 但自己吃到的RQ必須交閃往後 哈蘇過來支援的是自己 家HongQ 慢慢撤退 但自己要被特化連結 綁在原地三個人打一個關 但再一次生物思慮地展開 讓DCGA是處理不掉的關 對 但DCGA這波團算是打得還蠻漂亮的 因為原本會覺得是一面倒的團 但是因為在對方的塔下 所以CFO的兩個人 兩名成員輔助跟比里 他是都是在塔下去做扛傷的動作 那這樣子DCGA 這還可以 這稍微再頂一下 至少這波的攻勢有稍微防守住 交換到的人頭不會說太多 但其實正面看起來 尽管CFOA這波已經開得算是有點凌亂 然後這個激活的目標也不太相同 那DCGA還是面臨一個比較劣勢的人頭交換 其實我覺得第一次撞 小金魚小金魚這邊被撞到也是很好 就是他想要用手衛去躲掉喔 是 但是第一次是比里 然後勾也勾到了那樣的 被釘在原地 然後Keno被頂了回去 沒錯 康塔被秒 然後馬索哈拿著這波斬擊 本來也是有效果的 但是直到右邊的關開始發力 其實仁豪這個阿閃是打保齡球沒錯 但是要想一下他如果是把人踢回來的話 隊友能不能去銜接這個傷害 因為其實第一時間已經把大部分的技能組給交掉了嘛 所以其實沒有人可以跟著仁豪這個阿閃去做傷害喔 那這樣變成是CFOA其實還可以再慢慢的往後打 第二條小龍也順勢的拿下 看一下關鍵C位的裝備 剛剛那波打完 哈蘇又多補了一個發電機 然後中路 算是參與擊殺比較少的 HOMEQ也是兩件套而已 加世界專注 都擺到了自己的強勢騎 而且關跟這個傑莉他的賞金都是沒有給出去的 所以對於他們來講的話就是 DG其實沒有他特別賺的 就是幾波換人頭下來 經濟的差距目前來到快要20分鐘 3比7還是差到了6000多塊錢 而且這6000多塊錢其實還是建立在 自己本來應該要是前面能夠推薦 小有優勢的法洛斯 目前的裝備還輸半鍵的情況下 這個劣勢是比這個帳面上看起來還要再更大的 等於目前的DCG所有的傷害都得靠李鑫 卡瑪還有二薩斯去打 他們這個法洛斯基本上可能目前 最多就是綁出這個大絕之後就 不太能夠往前打了 對 現在還是如果他要有傷害的話 至少魔鏡要疊起來 可是看起來還是有點遠喔 對 那這樣子他的第一件裝備 也不是選擇了能夠 稍微幫他補一點爆發的機會 而是選擇了能夠拉扯的 這個妖夢鬼刀 沒錯 那這樣子其實 真的對於他的 能夠打出來的poke傷害來講 很有限 CFOA選擇是三條線路的推進壓制 其實讓DCG也是沒什麼辦法開哪邊都不對 而且現在又回到一個局面 就是一直在邊線被拉扯 因為現在的邊線都是出不太去的 所以這邊只能等CFOA推完之後 才可以去解線 主動的嘗試勾 但沒有勾到 電子炮 稍微壓了一下 失去限縮一下 DCG在上半部 藍區的一個控制權 那這一把 然後這把多龍連鎖綁空大了 那這樣子 CFOA反正 反正 反而是可以再 繼續的 把這個藍BOB吃掉 沒有 所以仁豪接走了 對 這邊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讓他重擊 然後 自己可以待會領先重擊 比較好搶這個霸龍 但右邊反正是勾到仁豪 直接下了潛航重擊 但反手也是由牛這邊擊飛了兩個人 藍配方掉了比較多的鞋量 仁豪選擇要踢了一個 挖到龍 掛到被清到 但是不選擇在飛第二段的Q2 另外一邊 哈蘇的感到 站在正面也是讓DCGA不敢往前 看起來卡馬的傷害其實還是不錯的喔 就是在窄口這樣打到 對方的坦克其實還是會蠻痛的 打到消耗戰還行 那就是 他們沒辦法追擊 因為只要哈蘇站在正面 然後 後Q隨時衝 站在一個沒有視野的地方 其實DCGA就是會抖抖的 對 沒錯 但我剛剛看起來 Kino其實剛剛也蠻 算是蠻細節的 雖然身邊什麼人頭都沒打到 但是 李星掛到Q之後 他剛剛出Q的時間點 是李星有機會飛過來 但李星沒有飛過來 反而自己噴了一個閃線了 那這樣子 反而是CFOA的話 這波並沒有出事 而這波再回來 其實可以在對地方的藍區 跟巴龍 稍微去做一些視野上的線縮 對 那這樣子 DCGA 也是算夾了一段時間了 但其實經濟的差距 在這段時間 都還是被 拉在六到七千塊錢左右 不定的拉扯 但DG現在一樣要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 邊線 是兩條邊線都是沒辦法帶得出去 所以還是回歸到說 視野面到底要怎麼去跟CFO抗衡 跟視野戰的話 能不能偷有卡馬的POG 先打出一套傷害 這才是DG要能夠贏團的畫面 不過目前應該說 算了 比較會想要去依靠的點位 二薩斯其實也只有一件半 他的裝備對位還是輸了 哈蘇接近快一件成裝 對 所以其實CFOA 對於這個二薩斯來講 在自己的陣型足夠完整 然後團戰不太 就是不會像有在剛剛中路撞外塔 這波分散的情況下 二薩斯級也很難砍起來 沒錯 然後這邊看到你大部隊人員 都在的情況下 關又繼續帶了 哇 那這樣子一直被邊線拉扯 邊線沒有人可以守 二薩斯一直在這邊想要幫助隊伍開團 那現在估計是只能派了有TT的Kanashimi 而且Kanashimi好像是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連兵銀都要拔掉 反而自己還會被尖劍打了一套 只有只能往後拉扯 但在正面的話CFOA先行停手 但是Kanashimi一定要被剪死的哈蘇 撿了過來在下路線用飛針走線 兩段就完成了難殺 正面團戰也開了起來 突然頂到了後排 仁豪已經被打到了半斜 正面的毛澤汗 還在遲到一波的精神 西魔劍已經被打出來 Hermes直接Q閃 Rumpage的潔力 一路電光石火滑到後排 配合飛仙拿下Double 任豪也是一路被追擊到了河道之上 最後的續輪從全衝了上去 而另外一邊在對方的基地當中 已經開始拆門牙 比利在這波的單打打穿三環 還是能夠打到打野對位的一個擊殺 而在正面的團戰 傑利拿到了Triple 在對方的高地裡面 已經由哈蘇一個人將門牙拆完 Hong QTP過來擊破主堡 CFOA12比3 將要在終決賽會是PHA Kanashimi怎麼倒的啊 因為他這裡是有閃現的 其實應該是可以守住 就至少你不要說比你守得了 你至少那兩個塔是可以守得住 但自己死掉之後 變成正面又很快